大家好,我是大野猪 每天会为您带来新的原始福利和资讯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吧 感谢大家的点赞投币三连支持 近期国内外有很多媒体平台 发表了关于原神开发成本已经到达5亿 或将成为游戏以来成本最高的游戏 那么这个成本是怎么算的呢? 之前米哈游说了 原神的开发成本大概是1亿美元 后续每年将再花2亿美元的开发成本 所以估算原神到现在的开发成本 已经到达5亿美元左右 其实想想也正常 从到期开始 后续每一张地图都有很大的改进 尤其是到了虚迷以后 虚迷的开发成本 你说它两个亿我都信啊 而目前开发成本最高的游戏是4亿美元 所以原神将成为有史以来最高的 相关报道也转发到了日本很多的原神论坛 日本玩家表示 做游戏是真的烧钱啊 原神到现在为止不是赚了1万亿日元了吗 开发成本650亿 剩下的9千多亿去什么地方了 剩下的去开发新的游戏了 然后还把一部分钱投资到这些方面去了 不过作为玩家的我们 在游戏外可以体会到的更多是原神的广告吧 像近期原神官方就在全球很多城市 进行了一个点亮传送点的活动 美国 对比一下日本那边的手游开发经费 我们这边的原神确实是巨无霸击别的 相信有很多新朋友在游戏里面拍了照 然后找不到存放在哪个文件夹 现在呢 在登录界面点击右上角的这个 就会自动弹出存放照片的文件夹了 随着有越来越多的玩家完成了森林书任务 草神的卷属也登上了外网的热搜 提醒一下 如果上面没有打勾 说明还有后续任务没有完成 外网现在有很多关于小精灵们的二创 也初选了一点 请大家看一下 最后再次祝愿所有点赞 三连关注的朋友都能凑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 关注野猪让您不错过任何一颗原石福利 还有各种资讯